嗯...晚安 哈囉大家晚安 太空晚安 正人晚安 地獄少女晚安 哈囉Ryu Google晚安 一隻草晚安 哈囉Akira 紫童 紫童晚安 不想上班晚安 阿當晚安 哈哈晚安 巴巴晚安 熊熊晚安 松耀晚安 Strong Stronger常 晚安 哈囉鋼鐵寒粉 師徒水域晚安 哈囉乃貢卷俠 大熊 大家一來就很關心 Mina有沒有吃到螃蟹 巴花龍晚安 是中午的那一套 當然啊 因為是同一天啊 是同一天 一般人沒事不會 一天換兩套衣服啦 令晚安 哈囉Kate晚安 暗潤晚安 哈囉強大聲叔叔 大家有沒有看了今天的浪夢成真呢 我們今天是 秋天做螃蟹 螃蟹的料理對決 雖然我們輸了 但是 我覺得只是 就是單純是口味不同而已 就是 因為兩道料理 一道就是比較 口味比較重的 所以吃完那個再吃我們 可能會覺得略為清淡 不過我自己覺得螃蟹 就是 清蒸的最好吃 就是可以吃出它原本的鮮甜 當然那種避風糖的那種 也蠻好吃的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做那個 然後 今天的那個 我們做的是 炒螃蟹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種做法耶 就是要 要炒蛋跟青菜的那個 那個做法就是比較 好像是比較台式的做法 我也是第一次做 想吃螃蟹 吃起來 螃蟹很貴耶 我好像去年都沒吃到螃蟹 捨不得吃 去年好像都是吃到 蟹肉棒比較容易吃到 不過蟹肉棒其實沒有螃蟹 它是魚漿 不然你只要買那種 稍微微貴一點的那種 蟹餃 謝謝洛克的玫瑰 所以才關心蜜拿吃到了沒 我們之後還是有吃到 因為 其實分量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後來我們都有吃到 還好 不然我知道在後面流口水了 好香 超級香 哈囉冷凍茶 什麼船長常吃 因為你是船長嘛 天天都在海上 要吃螃蟹就 隨便做啊 對對對 謝謝蘿莉郎的孟漢煙喉 哈囉 Martin 晚安 博弈 博弈來了 你是吳博弈嗎 今晚上來點 洗完碗才能吃嗎 對啊 可是同學他們幫忙收很多東西 真的啊 謝謝同學 其實基本上都是他們在幫 在幫忙收拾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 就是我是第一次接觸到餐飲課 因為像以前我讀的學校是 是商業 商業學校 所以不會有什麼演藝餐飲課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謝謝下我的紅包 然後他們真的弄得蠻乾淨的 就是同學都是很有條理的 每個東西都是分門別類放好 這是什麼湯碗啊什麼東西 就是分類分好 然後他們每個東西都洗得乾乾淨淨放回去 就是維持廚房的乾淨嘛 不然廚房如果 廚房絕對不能骯髒 因為骯髒的話就容易有蟑螂出現 所以廚房一定要保持乾淨 好 哈囉綜合喵喵晚安 餐飲課都這樣 對老師教得很好啊 就是同學們都很有規矩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真的覺得做料理最重要的就是那個事前的 愛 家務愛 奶奶今天很詳細 乾淨是基本工作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事前的準備工作 就是事前的備料 然後還有事後的清潔 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 像奶奶呢 她就是屬於那種 只會做不會整理的那種 就是每次只要她要做菜 就會把廚房整個炸掉 就是煮出來的食物當然是好吃的 但是就是 會把廚房弄得亂七八糟 就是她不會去收拾 所以我自己 每次廚房都是我在收拾 她要洗碗 她都不洗碗 所以我覺得雖然是 魔鬼藏在細節裡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不要看她小小的一個 一個工作 但其實事前的備料 跟事後的打掃整理 這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 廚師不能 你不能只會炒 你也要乾淨 會收拾 這樣子 我們不要理奶奶 有問問看那是什麼牌子的炒鍋嗎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是真的蠻好的 就是很不沾鍋 對 對那個炒鍋 看起來就是 很像去外面那種炒飯店 專門賣炒飯店 都會用那種鍋子 然後那種鍋子炒出來的飯 特別香 粒粒分明的 我們家的鍋子就是 也不太沾鍋 但是炒起來手感不一樣耶 我覺得真的有差 現在我在上課沒看到燈燈來補 好啊 中華鐵鍋 真的特別好炒 我炒那個蛋之後 我就感覺 喔這個蛋就是 很容易這樣翻起來 鍋養的好 哈囉休澤晚安 還好 Mina沒有翻鍋 不然那螃蟹應該只剩一半 我這個翻不起來 那鍋子 好歸好 但真的蠻重 比我們家的炒菜鍋還要來的重 我們家的炒菜鍋我還勉強算拿得起來 可是那個真的好重 我兩隻手 我嘗試兩隻手要拿起來都沒有辦法翻鍋 Mina會甩鍋嗎 不會耶 而且我們家的 我們家炒菜鍋是兩個餅的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翻炒 我們家只有一個炒菜鍋 跟一個平底鍋 但平底鍋我不太去做翻炒的動作 Mina第一次拿這麼大把的菜刀 真的是第一次拿這麼大把菜刀 我在家通常切菜習慣用那種 不然都叫什麼刀 但是這是比較小把的 而且今天跟餐飲課同學也學到很多 就是我發現我 我雖然很常做菜 但是我拿刀的方式一直是錯的 因為其實啊 我煮菜就算是 算是自己學的啦 沒有特別去看什麼 料理教學啊還是什麼 就是自己摸索的 樂器也算是自己摸索 煮菜也是自己摸索 我的拿法超危險 真的嗎 因為我發現 就是正確的 因為同學有教我 就是正確的拿法是要這樣子切 可是我想說 可是這樣子切我反而比較害怕會切到手指頭 其實我知道是要那樣子 可是我覺得 那樣我比較怕會切到手指頭 所以我都是抓旁邊 可是我覺得刀工也是蠻重要的耶 因為像我今天我紅蘿蔔就切得太 太粗了 不太會切絲的東西 因為在家裡我們都是只用那個刷絲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很少在切絲 哈囉家木小龍晚安 我手指根本被切到拿法 可是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一直都是這樣子切菜耶 反正 我是沒有切到手鍋 手底著刀就不會切到 蛤我覺得好可怕喔 不知道耶 但是我覺得我要練習 就像拿筷子 我也是拿了20年的筷子都是錯的 也沒有20年啦 好像國小也還是用湯匙 十幾年吧 筷子拿了十幾年都是拿錯的 然後也是到最近 對今年嘛 今年就突然很在意筷子有沒有拿對 然後就開始練習 然後現在已經蠻習慣正確的握法了 我覺得菜刀的拿法 切菜的刀法也是 我覺得現在可以好好練一下耶 因為我覺得 因為之前都是自己炒自己吃 就覺得其實擺盤配色什麼 都是無所謂 切的醜也沒關係 可是就覺得 其實 這是菜魚科他們對切菜其實蠻講究的 就是怎麼切比較好 可能對味道也會有一點影響 就是比如說他的入味程度等等 所以我覺得 所以 刀法 對我覺得我刀法要好好練練 拍蒜也很可怕 對喔我也不太會拍蒜頭耶 一般拍蒜頭都只是 為了把皮剝開而拍 而且那菜刀好大吧 對我覺得我要練練我的刀工 炒菜的話倒還好 其實炒菜 炒菜 但是我覺得每個都蠻重要的耶 沒有哪個比較容易 炒菜都是不容易的 謝謝詹先生 愛的抱抱 都用幾刷切 我有看過那個東西耶 但是我是覺得 沒有必要 切顆菜弄斷兩把刀 真的假的 羅列良是什麼 什麼破壞款 謝謝志偉哥真情到白 直接放開刀子拍 我真的不會拍蒜頭 Mina家裡面有中華菜刀 沒有耶 我們家只有一把那種西瓜刀 然後跟一把我平常最常用的 我不知道那種叫什麼刀 就是前面 前面 它是比較像類似長方形 但是前面略窄的那一種 我不知道那種叫什麼刀呢 我拍蒜頭菜刀好像快掉下來 沒有啦 不會啦 我會接好 太空晚安 西瓜刀很大把 就是切大西瓜的時候要用的啊 志偉晚上好 西餐刀 不是西瓜刀 我們家只有大把就有西瓜刀跟那個 我不知道就是一般的菜刀 只是形狀比較不一樣 哈囉班長晚安 沒有菜刀跟坎刀 那叫什麼 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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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 謝謝家旦的魔法帽 西瓜刀就是殺西瓜 對啊 顧名思義 西瓜刀 西瓜刀太大把了吧 西瓜刀就是切西瓜的時候才用啊 所以平常不會用西瓜刀 谷刀 喔叫谷刀嗎 大砍刀 岩堆奶 不是啊因為外面下雨 然後奶奶又懶得走出來 我都聽不到他講什麼 永明刀是什麼啊 我只知道捷運永明戰 我們家還有寶劍 寶劍平常做菜不會用到啦 又不是小當家 就嘶嘶嘶嘶嘶 拿那種刀 甩一甩 然後食材就進到碗裡面 殺西瓜 整拿西瓜刀拿來切西瓜是很好用的 今天造型可以配柴刀 為什麼我今天是什麼造型 我都不知道 謝謝阿奇阿魔法帽 今天這個法庫是去台中的時候買的 第一次戴 怎麼越來越多刀了 其實切菜常用的就那幾把而已 牛刀比較好用 牛刀是怎樣 我只知道牛刀小事 哈囉志祥 屠龍刀 屠龍刀是什麼 屠龍刀是什麼 你們以為在演古裝製嗎 台中有賣這個你都不知道 這個很多夜市都會有阿 你會是髮帶 沒有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買髮帶 我買了超多條髮帶 但從來都沒有帶出門 因為我覺得 我後來發現我不太適合帶髮帶 因為髮帶會讓我的頭型 就是上面變得很扁 我後來發現我比較適合帶髮枯 就是髮枯的話不會壓我的頭 然後會讓我整個人看起來比較 有精神一點嘛 吐司機晚安 永靈刀是小當家裡面的刀 太久沒看小當家都忘記 我只知道他很誇張 就是 然後食材全部都切好了 切牛排用什麼刀 牛排刀阿 西餐刀 其實前面有鋸齒 我們家也有那種鋸齒刀 但是很少在家煮牛排 所以蠻少用的 青龍掩月刀 好像在哪聽過 羨慕跟我一起洗碗的小弟 大家一起分擔做事情加快買 同學他們真的都很好欸 特別要再讚揚一下我的兩個隊員 我的兩個隊員 柏緣 柏緣跟冠佑 冠佑是那個五月天的鼓手 對 不只鼓打的好 然後也非常會做料理 對不對 然後口條也非常清晰 不愧是 不愧是在演藝圈打滾多年的 對 果然是僵是老的辣 另外一位比較低調對不對 柏緣柏緣 比較低調 就是默默幫忙的那種 冠佑根本MVP 真的 冠佑真的很棒 冠佑有很多 你們說 你們是不是 人的一生中都會 認識幾個冠佑 冠佑是光良的夥伴吧 那是品冠吧 那是品冠吧 他真的叫冠佑嗎 真的啊 你看他們的制服上面印的名字啊 真的叫冠佑 會打鼓又會做菜 真的太加分了 是不是 陳會長也不錯 陳會長是哪一個 是博弈嗎 冠佑還會唱歌 而且冠佑已經 已經結婚了 家庭美滿 對對對 冠佑他才 他才高中就結婚了 還以為是冠希 差太遠了好不好 冠佑適合自己開一個節目 欸對我覺得冠佑很 冠佑你在看嗎 我覺得冠佑 我覺得冠佑可以自己開一個YouTube頻道欸 就是教做菜 因為他講的真的蠻清楚的 我記得我之前常常在Facebook 好像有看到那種 有一個人就是專門教做甜點的 忘記叫什麼勒 忘記叫什麼勒 就是他的感覺跟冠佑很像 就是蠻憨厚老實的那種感覺 很適合去行男大主婦 真的 有點忘記他叫什麼了 我有叫冠佑看我的直播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婆婆媽媽一定很愛 你說婆婆媽媽很喜歡冠佑這一型的嗎 沒有啦 焦甜點的 對對對 我想一想 我應該有 應該有 加入我的那個播放清單 啊對對對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冥充冥充 大家有看過冥充的嗎 冥充做 焦做料理 對我覺得他的 講話的方式 蠻像冥充的 蠻清晰的 冥充的頻道也蠻多人看的 就是講解的很清楚 這樣子 謝謝浴草的花枝精翠 哈囉 平靠樂卓哲 有一個 叫魚香茄子的節目叫做菜 真的喔 魚香茄子我之前還蠻喜歡做的 就是有一陣子茄子很便宜 就拿去煮魚香茄子 而且魚香茄子其實 蠻好備料的 就是只要有絞肉 絞肉也蠻便宜 然後茄子也便宜 然後那一到他又很下飯 你就可以吃好久 Mina看到有學會做什麼甜點嗎 我之前是看那個做冰涼的雪花糕 但是我沒有 我只是看我沒有真的做 茄子真的很適合下油鍋 什麼意思 茄子很好吃啊 Mina開個家常菜的頻道喔 蛤 可是我比起做菜 我更喜歡音樂 如果要我開做菜頻道 我覺得我沒有很專業 我連切菜的方式都是錯的 音樂的話 比較喜歡 因為做菜畢竟不是我專業 雖然我也不是什麼音樂表演科畢業的 關右旁邊同學名字叫做柏園啊 我剛才前面有講 最近在看厭世甜點店 那是什麼啊 也是一個YouTube頻道嗎 哈囉塔瓦哥晚安 茄子好吃啊 料理最喜歡看 June's Kitchen June's Kitchen June's Kitchen 欸 料理我還會看馬田叔叔的 蘿莉蘭會看馬挺叔叔的嗎 馬挺叔叔 我喜歡看馬田叔叔的頻道 我覺得馬田叔叔很可愛耶 可是香港人 他講中文很可愛 然後 然後我看他 就覺得他很好笑 看他做菜可以 就順便練習廣東話 不然我都 都不會聽了 就是多聽就比較 比較會 但我最近比較少看啊 嗯 巴巴說的那個裡面也是在說甜點的 我就是 偶爾就是隨便滑到就會看這樣子 邊做菜邊彈吉他 不行啦 這樣子手很髒 彈吉他的時候手 手一定要洗乾淨才彈 然後彈完之後要用那個弦 就是琴油把弦都擦 鹹油啦 用鹹油把 鹹擦乾淨 這樣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生鏽 然後 有時候會用琴油 就保養一下琴 彈琴之前要把手洗乾淨 高登叔叔 沒看過高登叔叔 大晚安 我沒看過高登叔叔 也是教做菜的是不是 我知道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詹姆斯也是教做菜的 好像很多人看詹姆斯欸 可是我 我沒有特別看 我比較喜歡馬田叔叔那種 就是很 感覺蠻輕鬆的那種氛圍 就是不是太認真的在教學 喔高登是地獄處分 很喜歡Mina看起來很賢慧的樣子 今天穿的有沒有剛好有點 就是工作服 我們今天做菜沒有特別穿圍裙 不然還在想要不要自己戴圍裙欸 可是後來想說他們應該會準備吧 結果好沒有 不過今天這個就是很適合在廚房 因為黑色不怕髒 然後這裡 這是工作服啦 就是有口袋也很方便這樣 謝謝正人的啾啾牛 哈囉 哥登拉姆奇 怎麼有這麼多 我就讓晚安 哈囉小咪 在台灣嫌真的超容易下去 而且最近台北真的好潮濕喔 一直下雨然後 特別是今天就是蠻悶熱又很潮濕的 今天我出門前就在家裡開廚師機 然後回來的時候水超級 整個爆滿 他就自己停了因為太滿了 不過我真的蠻喜歡做菜的 一個是覺得健康 一個是省錢 然後還有就是興趣吧 真的覺得做菜蠻有趣的 畫畫造型的 但我今天出門沒有帶這個 今天出門本來想帶這個髮褲 但後來覺得好像沒有很適合 就沒帶 可是回到家之後覺得家裡太悶熱了 所以還是 把頭髮 頭髮綁起來 開除師機 開除師機 師機他做了什麼 哈囉新野人 你都聽Fred 喔Fred也是做菜的對不對 其實做菜的頻道還蠻多的 不過我常看的大概就這些吧 其實最近的話 最近比較少看YouTube 就是 我最近都是看綜藝節目 就什麼綜藝大熱門那種 最近覺得這種綜藝節目還蠻好看的 之前都是覺得太長 都是喜歡看短的 然後最近比較有空一點 就看 都是看綜藝節目 Fred頻道開車比坐菜多 難怪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Fred 但是我有聽過 就有聽過這個名字 諧星當然要看綜藝片 綜藝片大家不是諧星大家也會看啊 就是娛樂性質嘛 以為我們會去海鮮餐廳吃大夾蟹 哪有那麼好賺錢是不是 你們以為藝人這麼好當 隨隨便便就讓你們吃大餐 哪有這種好事 當然是要自己料理啊 但我真的第一次煮螃蟹 螃蟹太貴了 捨不得買 欸 Mina的烹飪本領不錯 欸對啊 只有我們的螃蟹都沒有被稱讚 就是 大家都稱讚那個蛋很好吃 但我覺得是龜公鍋子啦 那鍋子就是 炒起來的蛋就是很 很好炒很滑順 我不知道怎麼講 但我們的螃蟹也很好吃 最後我們 兩邊都有吃到 另一邊博弈他們的粉絲 其實是真的好吃 但感覺就是要配飯 比較下飯一點 夏波克有吃到 Mina不是約錄幾百萬 哪來的荒唐說實 荒唐 蛋真的咕嚕咕嚕 有吃到就好 大家怕Mina餓壞了 是不是餓屬 不會啦 今天有吃 今天有好好吃一頓 吃粉絲 粉絲 粉絲 感覺害怕 吃粉絲 粉絲 粉絲好吃 粉絲 粉絲 中賢哦 呵呵呵 今年的第一次吃蟹 巴巴也吃蟹了嗎 你們今年吃蟹了嗎 螃蟹 螃蟹真的好好吃哦 跟好心的同學要碗飯 不行啦 偶像怎麼可以隨便跟別人要飯呢 這樣 成何體統 蝦子倒是很常吃 哦蝦子的話倒是一年四季好像都可以吃到 螃蟹的話比較稀有一點 就是秋天吃 謝謝熊熊的豬豬牛 吃螃蟹都吃哪個部位 我都會吃耶 不會浪費 有肉的地方就吃 我都會吃 成何是誰為什麼要提統 你們怎麼一天到晚都講這種冷笑話 能吃好料你們很感動 你說你感動還是我很感動 吃不起螃蟹只能吃泡麵 欸泡麵也是有那種海鮮風味啊 海鮮風味也是不錯啦 還有那個小小的小蝦米 回老家都有螃蟹吃 這麼好 周的喵喵老家是住海港 是不是海邊 吃了蟹肉棒 蟹肉棒也很好吃啊 一度期待Mina會甩鍋 我跟你們講那鍋子真的超重 那鑄鐵鍋吧 超重 真的拿不起來 兩隻手都拿不起來 其實如果鍋子是空的狀態 兩隻手是拿得起來 可是 可是當裡面就是螃蟹有它的重量 然後還有蛋啊等等 食材在裡面的時候 那鍋子真的很重 真的很重 真的拿不起來 如果裡面沒有食材的話 是可以啦 Mina沒有這麼瘦弱 哈囉Gin晚安 螃蟹的手最好吃 吃了還可以拿夾子來玩 拿夾子玩幹嘛啦 不要玩食物 不算稀有 只是秋天的時候比較好吃 對比較肥美囉 因為有些小螃蟹 小小的 然後它的腳那邊基本上沒什麼肉 秋天的話比較吃得到肥美的螃蟹 上次吃螃蟹在中秋烤肉時 喔中秋烤肉就有螃蟹吃了 這麼好 烤螃蟹一定很好吃 我吃那個螃蟹的餅乾就很開心 你們有沒有吃過 那個螃蟹餅乾 就是這個螃蟹造型 然後它吃起來很像 吃起來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就螃蟹風味的那種 那種太空包 那個很好吃耶 以前小時候好喜歡吃 謝謝夾蛋送我魔法鑰匙 感覺我硬甩鍋手會骨折 骨折會不會我不知道啦 但我小時候就是有為了不想吃飯 然後手就是被拉到多久 所以真的蠻可怕的 我手有點 就是我手有點無力 雖然 我其實蠻 就是算有在鍛鍊手 比起以前 我以前真的更瘦弱 我現在算真的 我真的有一點點 一咪咪的肌肉 我真的有在練 就是做那個 棒式 但是 對我手就是很難長肌肉耶 沒什麼力氣 以前還有一包五塊錢的小魚餅乾 那個一包才五塊錢嗎 叫什麼很多魚 是不是好多魚 那個魚餅乾超好吃耶 但是一包現在不只 一包現在二十幾塊了吧 那個超好吃 見見美教練訓練的好 對對對我覺得 我的手的臂力 是見見美訓練的 他真的很重 他單單一隻琴是五公斤 然後 那我裡面常常都會放一些月圃啊 導線啊 然後 一些 有時候放水瓶雨傘等等 就是會放在琴袋裡面 然後這樣 一杯上去一把琴就是七公斤 超級無敵重 求米娜握抱你們 用我的蟹手握你們 福利社大包的賣十元 現在還有嗎 這麼便宜喔 哈囉阿神晚安 手托舊好可怕 對我也不太記得 小時候真的很討厭吃飯 現在也是不喜歡 不知道了 真的不喜歡吃飯 難怪營養不良 營養都長到臉上了 哈囉阿貴仔晚安 結束晚安 喜歡夜市的炸螃蟹 喔對那個好吃 可是也蠻貴 一份好像一兩百塊 有殼的肉都很好吃 干貝算不算不算 那種 扇貝 扇貝那種 好鮮甜喔 中秋節烤肉的時候有吃到 好好吃 超鮮甜 就烤一烤它會出一點那個 會出湯汁然後 然後在那個殼上 然後再先喝那個湯汁 然後再吃裡面的肉 超好吃 有人大雜蟹吃完 能把殼拼成一隻完整的蟹 也太厲害了吧 我就不行 我咬一口就直接把它粉碎 沒有辦法吃得很漂亮 阿澤現在冰箱有一堆螃蟹 這麼好 那你明天要不要就試試看 那一堆螃蟹 你剛好分兩 分兩盤兩種做法 一個做法做得累積他們那一組的 然後一組做我們這一組的做法 做做看 大家一起動手做做看 慣佑老師的味道 對對對 可以試試看他的 他的教學 配絲瓜煮 什麼東西配絲瓜煮 螃蟹 螃蟹會配絲瓜煮喔 我們家沒有這樣煮過耶 我們家好像一般都是很簡單 跟 跟 薑 跟薑絲這樣炒一炒 或是直接清蒸 就我們家吃的都 比較清淡一點點 兩吃的概念 對啊 反正不是說很多螃蟹嗎 就剛好兩吃 可以就是 看能不能做得跟我們今天一樣 螃蟹 螃蟹不是都配油飯嗎 喔對 有的油飯好像會喜歡放螃蟹 就是那種 絆豆的那一種 好像會 真的夠原味 我覺得真的是最好吃 最吃得出他的鮮甜 一包差不多有10公斤 阿澤家是批發螃蟹的是不是 還是你分一點給其他米粉 欸 冠佑老師跟冠福老師有什麼關係 欸 冠佑老師是姓陳嗎 對蛤蜊師官倒是比較常見 喔哈喲 歡迎掌聲 不是喔哈喲 喔哈喲 喔哈喲 你們的真情告白 晚安 流水洗沒有紅蟳米糕 就渾身不跟進 欸 紅蟳米糕到底是什麼 還是紅蟳就是螃蟹嗎 是不是 是 你盡快 おやすみ 還有人在說 大家的食差很多 變晚安 為什麼一直有人在說早安 你們到底是 住哪裡 紅蟳去吃喜宴一定會有 不知道 因為我人生中沒吃過幾次喜宴阿 所以紅蟳是一種螃蟹的名稱是嗎 喔品種 原來是這樣子 對不起 我對這種高檔的食材不太知道 我比較知道便宜的東西 青菜類我都比較OK阿 或者是那種 梅花豬豬五花那種 我都可以區分 豬里級這樣 我可以區分 那太昂貴了 你什麼什麼什麼 板劍牛那種 那種我可能就分不出來 太貴 還有螃蟹的品種 鮑魚的品種 我真的不知道 平常不會去吃 因為平常不太會吃這些 所以我也吃不出很貴的味道 是怎樣 就是 對 平常吃的都蠻簡單 蠻清淡的 然後偶爾會想吃辣的 因為我其實是蠻喜歡吃辣的人 哈囉 季風亮 晚安 紅蟳米糕很常見 因為我 我不太 我沒有什麼機會吃那種斑斗耶 斑斗是 什麼時候會吃阿 就是我在台灣其實沒有 我沒有什麼親戚 所以沒有什麼機會吃這樣子斑斗 米娜只要瓜子的種類 對對對 老鼠還是要對瓜子種類 略 略有涉略 謝謝 季風亮的楓葉 我在台灣我只有吃過 只有吃過一次喜宴而已 早期結婚都會是斑斗 我現在沒有 周圍沒有朋友要結婚阿 現在都是找哪邊的土好吃 我覺得松煙的土蠻好吃的 這個 就特別香 喜宴流水溪已經吃到膩了 真的喔 我好想要吃喔 很喜歡那種 就是大家一起那種 斑斗那種 熱潮那種感覺 奶奶趕快辦一桌 奶奶還沒有要結婚阿 不然我就可以吃喜宴了 我在台灣只有一個親戚而已 然後之前有吃過一次喜宴 對對對 是我的 我的唐姐 我的唐姐在台灣 那其他沒有 在台灣沒有其他親戚的 只有唐姐他們家 然後最近是我的表妹來台灣 念大學 對對對 但是她才念大學 所以也還不會那麼快 而且如果她要結婚 應該也不會 不會在台灣 應該會在澳門結婚 但是太早了她 她才大學而已 她才大學她不會 對對對 所以沒有什麼機會啦 鄰居的喜宴也可以吃 但是鄰居都是老夫老妻啦 也不會就是 不會到需要吃喜宴 叫台中的姐姐趕快結婚 欸台中姐姐現在好像單身 還是幫她爭個有 等我的同學們 對對我的同學們 但現在好像大家流行晚婚是不是 還沒有收到紅色炸彈 搬家也可以辦 現在人應該沒事不會花這麼多錢吧 就是 其實辦一次婚禮都花好多錢了 所以感覺一般人不會 因為搬家就 就辦什麼流水席這樣 鄰居的兒子女兒 這我不知道欸 好像也還沒有 同學也不一定會辦流水席 對而且現在很多人其實更 更喜歡那種 就是簡簡單單的婚禮這樣子 我在想如果 我會不會現在想太遠 如果米娜以後要結婚 我應該也 我也應該也不會辦什麼流水席欸 我應該也是 我就是比較喜歡簡單一點 就是凡事重減 就是不要花太多錢在 就是 我會覺得婚紗到的話 應該是每個女生這輩子都會很 很想要拍很想要紀念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錢是必須花 可是流水席可能不會 然後還有什麼 鑽戒應該也不太需要 就是 就是收到了也捨不得帶 就是還不如不要花這個錢 我前一陣子好像看到新聞說 丫頭 丫頭 被求婚啊 他也是說他 不想要收到轉介 好像也是覺得 覺得 不需要 反正就是簡單嘛 簡單就好 台北現在還有流水席 還是有吧 還是有的 可是可能大家更喜歡飯店 比較舒服 還有冷氣這樣 謝謝蘿莉郎的大聲說愛你 不用賺錢 那可以取了 欸我也不是很隨便的人 好不好 米粉集資幫我出流水席 喔你說以後米娜 要結婚 然後你們要 集資幫我出流水席 然後米粉們都要來吃 是嗎 真的嗎 你們會來嗎 你們應該不想來吧 因為你會覺得 什麼 新郎不是我 我不要來 太心痛了這樣 謝謝孝閒的啾啾你喔 哈囉 米粉 晚安 米粉會想吃米娜流水席 你看有人說不要來 有人要吃爆 會哭一片 就想說我家女兒也嫁出去了這樣 會不會想太遠 想太遠了啦 還沒有 那天不會那麼快的好不好 好 我覺得至少 30歲以後吧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突然閃婚 各位請放心 好不好 謝謝阿卡帶你去流浪 請一桌粉絲 只有一桌 那是要多vvvvip vvvvip的粉絲 才可以有幸來參加 一桌那麼 太少了吧 米娜要結婚的時候前男友桌要很多桌 什麼前男友桌 你們是嗎 半桌一定要在路邊才有 內衛 什麼叫內衛啊 新郎壓力會很大 你們會不會炸雞蛋給新郎 我是不是你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要給予祝福 你們在松菸樓下擺流水席我來吃 你們在松菸樓下擺流水席 啊是哪 哪對新人嘉莉粉絲要結婚 哪對粉絲要結婚 我可以去捧場 搶米娜的捧花 你們知道搶捧花什麼意思嗎 搶捧花就是 你要趕快準備結婚的意思 直接辦在球場 為什麼我要辦在球場 謝謝阿娘帶你去流浪 辦會員抽選 太盛大了吧 還要辦會員抽選 超哥晚安 米粉集體搶婚 這樣我不要找你們吃流水洗了 米娜結婚的話 喜慶米粉哭得死去回來 喔死去活來 為什麼我們聊一聊 為什麼會突然聊到結婚 喔流水席 還沒有那麼快啦好不好 米娜還小 對對對 要也是奶奶先 好不好 欸奶奶的婚禮 邀請米粉去 要嗎 奶奶要邀請米粉嗎 但是婚宴好像滿常 流水席都會有那種炒 炒米粉 炒米粉 抽新郎 哪有人新郎用抽的啦 米粉大家會喝醉喝飽 奶奶先啦奶奶先 因為紅薰米啊 我們也聊太遠了 還沒有要結婚啦好不好 我猜是幾歲啊 奶奶婚禮你一定去 笑死 到時候發情帖給米粉 結果沒有一個米粉來 感覺奶奶結婚米粉也會很難過 抽到米娜流水席山頂怎麼辦 沒有要抽好不好 沒有要抽 趕快結束這個話題 我們沒有要抽 米娜沒有要結婚啦 不是沒有要結婚 我說還很久 還很久 未來 將來有一天會結婚 好不好 可能50歲吧 不知道 幫你跟成員安排同一桌 你們以為這麼好的事情啊 奶奶結婚最開心的是我吧 爸爸你怎麼把我心裡話說出來 好開心 可以看到米娜伴娘妝 我會是伴娘嗎 小花童 50歲美魔女 我在想我老了之後 臉會長怎樣 因為我嬰兒肥啊 就是跟以前比起來 我臉當然有比較瘦 但是還是嬰兒肥 我就在想如果等我50歲 他應該垂下來 他應該垂下來變這樣 謝謝正人的戳戳你 花童 花童米娜 新端的沙發 新端的沙發 頭上就帶著那個 就帶著那個花圈 很像花童 不是爸爸是憨憨說的 蛤 憨憨說啥 奶奶結婚最開心的是我 一定是眼睛夜障種 臉頰肉是會下垂的嗎 會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一些奶奶的臉 不是這個奶奶 有一些老人家的臉 就是垂垂的很可愛 然後歐巴講 然後喝茶 阿滋阿滋阿滋 講 我很想要當可愛的老奶奶 然後要活到100歲 然後喝茶阿滋阿滋阿滋 這隻 覺得很可愛 以前好像看 看那個 動漫的老奶奶都會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喝茶 然後很幸福的時候就 茶 然後就哇好可愛阿 奶奶好可愛 以後要補充膠原蛋白 多吃豬腳 奶奶臉頰沒肉不會垂下 對對對 臉頰沒肉的應該會那種 有一些老人家老了就是 說進去 雖然奶奶現在就長這樣 還是她已經 已經老了 100歲還有演唱會要辦 喔 100歲 週年紀念演唱會這樣子 阿你們 你們應該來不了了吧 你們都還在就是 創金獅世界紀錄 你們都150歲啦 沒一直聞 奶奶演唱會 爺爺奶奶演唱會 你們到時候也變爺爺奶奶了 來看我的演唱會 你們在天上 你們在天上看我 也是可 哇米粉都把生死看得很開 跟我一樣 煮著拐杖都要去打空 到時候還喊得出來嗎 你們什麼時候大我50歲了 不是啊 我100歲的時候 就是在80年 在80年的話 你們現在 如果20歲的話 在80年 也是100歲齁 對 哎呀 數字好困難 數學不好 呵呵呵 對耶 如果你們也20歲 我100歲的話 你們也100歲 紅毅晚安 30的話就 110歲 要加80 對 未來人類平均壽命200歲 欸搞不好有可能啊 不是聽說 以前的人都活200多歲嗎 後來是不知道為什麼人類壽命越來越短 代代晚安 你的指聲會用平板顯示你的頭像去穿一下 也太詭異的畫面了 2100年可能大部分都做過 2100年不知道到時候是什麼樣的世代呢 感覺科技會很發達 以前那麼長喔 對啊 聽說以前都這麼長耶 就是我們現在人類所認知的神明啦 我們所認知的神明 他們其實以前都活很長 但是也不太知道他的 就是不知道真假 我也是看老高說的 那個是神話 對啊 就是神話傳說裡面的 人物都是活200多歲的 就是對我們現在人類來說是神 可是其實 搞不好以前他們也就是人類 都是這個壽命 所以也不知道 我也是看的 古代人比較短命 對後來人類的壽命就變短啦 就是像以前古代人是醫療不好嘛 所以可能活到二三十歲就差不多了 想到忍者龜的大腦 忍者龜 科技在進步會拿3D同樣 就不用再用平板 直接3D是不是 就是 Mina今天看起來活靈活線轉來轉去 轉 哪裡轉來轉去 古人血書也蠻愛亂蓋的 對 對 可能是誇史 其實現在人才活30年 然後古人就以為已經過了300年之類的 上個禮拜有看國光幫幫嗎 我也是第一次上國光 而且很開心 上了國光之後增加蠻多的追蹤 對 很開心 謝謝大家追蹤 禮拜五 對禮拜五就是公演了 耶 大家禮拜五 禮拜五公演見 你們 轉圈圈巴哈姆太郎 還有星期一那個 玩雷射槍 喔 我跟你們講星期一那個 ETtoday 那個還沒看的人可以去 youtube找我看看 那個我跟你們講 那個才是逃串的老鼠啊 就是那種在街頭那種 過街老鼠 到處鼠串 到頭鼠串 然後超快 超快就死了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瞄準 真的 我真的就是 到處亂串的老鼠 好可怕 好可怕 羨慕KID哥 為什麼 我跟他是敵對 真的很開心的一次 一個節目 就是我很喜歡上節目 玩這種遊戲 就是 每次都笑到肚子好痛 我好幾次都笑到整個人直接 不能質疑 笑到肚子好痛 其他男生都拿兩顆糖 笑子還分我一顆 其實我反應很慢 我每次那種大風吹 我都搶不到糖果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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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人 就是大隻在鋪在那邊搶到旁邊 掉出來一顆 我第一輪也是這樣 欸 掉出來一顆我就默默拿走 這樣子 然後第二回合也是人要 欸 多搶到給我 這樣 然後結果居然撐到了最後 其實我 反應很慢 我應該正常來說是搶不到的 只是就是剛好撿到 可惜不能玩漆彈 對啊 我也好期待 本來很想玩漆彈的 我以前是有打過漆彈 就是 武專的時候跟熱音社的 就是社團活動有一起去打過漆彈 只有打過一次而已 然後我也很弱 超級弱的 可是到處抱頭數穿 很弱 我覺得小迪可能 常打遊戲有差喔 那種射擊 射擊遊戲 真的有差 還蠻厲害的 我就是 因為我真的不玩遊戲 我就是 我手機沒有任何遊戲 然後以前有玩過的遊戲 就是那種 就是意志類的 意志類的 就比如說你們有沒有玩過那種 木頭 我之前好像有跟你們講過 我忘記遊戲名稱叫什麼 但就是那種 木頭有橫的有直的 然後全部都是木頭色 有一個是紅色的 然後又把它弄出來 就是那種意志類遊戲 還有速度 我也很喜歡玩速度 還有什麼 還有那種 活化大腦訓練的那種 就是各種意志類遊戲 對對那種方塊啊 推木箱 對對對 我就喜歡玩意志遊戲 然後 有時候玩一玩膩兒就刪掉 所以目前我手機是沒有 沒有任何遊戲 對 就除了少女咖啡廂除外 就是 沒有其他遊戲 大家來找茶 那也是很容易玩膩的遊戲 我還好欸 大家來找茶 不怎麼用到鬧我覺得 就只是 看細心度 對 其實我玩遊戲真的超級無敵 我玩遊戲很弱 遊戲的廣告很多 對啊 遊戲的廣告很多 但是我看了不會想下載來玩 有時候真的會下載玩吧 就是如果我有興趣的話會下載玩 可是可能玩一玩就很容易就逆了就閃掉了 玩意志類遊戲都會生氣 不會啊 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 思考很有趣啊 思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Mina可以找布丁玩測腦年齡的遊戲 有測腦年齡的遊戲 我好像以前玩很久以前玩過 我的反應蠻慢的 對我反應本來就很慢啊 這種大風吹這種 遊戲我就是每次都搶輸 我每次搶東西都會搶輸別人 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喜歡跟別人搶東西的人 就是 對啊 就是大家如果在搶東西 我就是站在後面 就大家搶完了 算了 就是自己就 算了算了這樣 對我的個性就是 不喜歡與人 爭一些什麼 對對對 踩地雷米娜玩過 有有有 以前最早期電腦還沒有裝網路的時候都是玩踩地雷 米娜玩過Candy Crush嗎 有啊有啊 以前蠻流行的吧 這是那個啊 臉書的遊戲 Candy Crush是不是Facebook的遊戲 好像是 就是開心農場的時候 也會玩Candy Crush 但現在沒有在玩 真是懶吧 對啊 他就覺得爭吵都是很累的事情 跟別人爭東西很 很麻煩很累 然後吵架也很累 吵架的時候都要很 很大聲 給我這個東西 真的 真的我光想到就覺得很累喔 我現在也有點累 可能今天有就是 就是有錄節目吧 也有點累 手機也有 對啊 但是就 玩膩了吧 因為以前電腦版的時候蠻常玩的 蜜娜有接觸過的臉書那個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Turtress Battle 我知道好像有什麼Battle的遊戲 俄羅斯方塊的嗎 別人還發現不了我再生氣 其實我生氣 我有點忘記自己生氣是怎樣 就是我生氣是 會直接講出來的那種 但是我又不喜歡大聲齁 就是 就是比如說 明明天氣 天氣就很熱 我穿短袖 然後大家說 Mina請多穿一點 我就覺得很生氣 就是 就是 就是真的就很熱 幹嘛一直叫我多穿 之類的 就是 我會 我會講出來 只是有點 無奈的那種 有時候比較激動 就是會 語速會變快 手插藥那種 對對對 看到Mina手插藥就是 在生氣了 氣不 一生氣就插藥 對啊 好像 這樣的感覺好像有一點 不耐煩 已經開始不耐煩 好啊好啊 然後 生的生氣就會手插藥 我不知道欸 就是生氣會有一些小動作 Mina罵髒話嗎 我不罵髒話 我不罵髒話 但是有不小心罵過 國小 國小有一次罵過 就是 有人把我的質疑撞到 地上的時候 欸我每次跟成員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都覺得我很誇張欸 就是想說 就想說國小的事情 才記到下來這麼清楚 因為就 就人生第一次 不小心罵髒話 因為那時候好像同學 就覺得罵髒話很好玩 然後就會 就很喜歡一直罵髒話 沒有沒有 就真的不小心罵出來 就可能聽一聽啊 就不小心就罵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就把我的樂器撞掉了欸 就是如果 那時候我背著吉他被別人撞掉 然後他沒有說對不起 我可能真的也會生氣 就罵欸 可是 我覺得都很不好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在好像 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就不太好 那時候有一種八九的心態 那時候可能覺得 沒罵過 不是好 那時候不知道 當下不知道怎麼想的 反正就罵了髒話 就生氣 可是回家都覺得很對不起我爸媽 一輩子只罵兩次那個嗎 對啊 但是我罵的那個 但是我有跟成員講過 他們覺得那個不算 不算很髒 我自己覺得蠻髒的 就是那 是告 告非的那個 那個字 我不知道欸 然後東西南北的那個 會不會講太清楚了 對 但是 就是罵那個 我記得很清楚 罵了之後 反而一事成主婦 不要啦 我覺得 罵髒話不好聽 男生 我還是覺得罵髒話不好欸 我覺得女生罵髒話更不好 就是不好看 對對對 告非系列 對啊 那個還好嗎 反正我覺得很不好 對對對 我不罵髒話 我覺得罵髒話不好 我家人也不太罵髒話 就是 就是 我基本上沒有從我爸媽嘴裡 聽到他們講髒話 對 如果他們突然講的話 我會 就是 超級無敵驚訝 好像有聽過 但也是就是 爸爸媽媽在吵架的時候 就聽到 然後聽到之後就覺得 第一次我長那麼大 第一次聽到爸爸媽媽 罵髒話一定很嚴重 然後就會覺得 哇不行不行 好可怕 真的要生氣了 他們在吵架這樣子 對 就是 不知道耶 就是爸爸媽媽是那麼一個善良 美好的形象 然後居然講了髒話 我就會覺得 這不是 這不是我爸爸媽媽 就是 求心理陰影面積 習慣了 罵髒話不好啦 我覺得女生應該不會喜歡 聽到男生罵髒話 但是有一些女生可能也喜歡罵髒話 我自己是不喜歡 我自己不喜歡 教養很好 就如果我罵髒話 我會被我爸媽打死的 是也不會打死啊 我現在還活著 對不對 但他們就會覺得 爸爸媽媽生你 然後你髒話 你還罵爸爸媽媽 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這樣不好 不然要罵你也罵別的嘛 就是 白癡 白癡算髒話嘛 但我 有時候會 不小心講 白插 就 罵我自己 就說 我怎麼那麼白癡 忘記開直播 就這種 這種 但我覺得不算 不算長就是罵自己呆呆的 這種感覺 對 但是如果是 就是有罵到長輩家人的 那種 祖宗十八道 我就覺得不太好 錢被騙走的那次有罵髒話 沒有啊 那時候就急哭啊 就是我就是 錢要那麼少 戶頭裡面 就只有五千塊 還被騙走 全部騙完 騙完之後 戶頭也只剩幾十塊 他那時候 就是問我戶頭多少錢 就說有五千多多多 然後他就說 那你把那五千領出來 那領完之後 就只剩零頭 剩零頭就領不出來啦 然後那一家 然後那個卡 我就再也沒有用過了 因為已經再也領不出來了 對 謝謝 真的是謝囉 氣死我 但是怎麼講 就是又好氣又好笑 覺得自己怎麼那麼笨啊 就傻傻子 對 後來就沒有再用過那張卡了 就算了 但是沒有什麼好罵 就是 你也找不到人 就是你罵也於事無辜啊 其實是罵自己吧 罵自己笨 沒有什麼用 就是 對啊 就是你已經找不到那個人 你要罵誰 你要對誰罵 我好奇 就是 你們說要罵 就是要對誰罵 因為我其實不太 不太生氣 就是 對 就是發生 詐騙的案件之後 那你要對誰罵 你就找不到那個人啦 罵自己嗎 可是那罵自己也很跟自己過意不去嘛 而且我爸媽也 其實我那時候本來就是 就是覺得自己很 就是真的很傻 就是 而且那時候也是 剛 剛工作 那時候才十六七歲 然後 才去麵包店工作 就是賺一點點錢 而且我那時候時薪很少 一個小時才八十五塊 超少的 好不容易存了五千塊 然後被騙光 就對我來說是 那時候的我來說是 那時候的我來說是 一大筆錢 這樣子 我那時候本來也想 想罵自己 可是我跟我媽媽講了之後 他 他先聽到我 蛤 你被詐騙 他就是有一點 激動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罵我 爸爸媽媽都沒有罵我 就是 他們都說算了算了 他就說沒辦法 錢追不回來就算了 再賺就有了 不要太往心裡去 他就說 那你這次就當作 就是花錢買一個教訓 這樣 五千塊就是 買一個教訓 那以後要 多注意 就是人家如果叫你給他什麼 帳號密碼這種 都不要相信 這樣 就是跟我講 然後我就覺得很暖 因為我以為他們會生氣 可是他們就是 就是說 啊 花錢買教訓啊 沒事錢再賺就有 就覺得 喔 就是很暖這樣 爸爸媽媽真的很暖 還有有一次我 在澳門家的時候 也是 我說爸爸 跟爸爸一起去超市 然後爸爸買紅酒 想要回家喝 然後結果 到家的時候 爸爸要 開門 因為好像那個門 我不太會開 我不太會開 然後爸爸就說他開 本來是爸爸拿著酒 他就叫我拿 幫他拿下他去開門 好像門 那時候是有點卡是怎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沒有拿好 就笨笨就打碎 然後我就 我就爆哭 就 怎麼錢 我把它那麼貴了 就打破 然後 結果爸爸 爸爸也完全沒有生氣 他就 啊沒事啊 打破就算了 打破他再去買一瓶就好了 那我就覺得 就是 我覺得爸爸媽媽 他 好像脾氣也蠻好 脾氣也蠻好 脾氣也蠻好 沒有 不會隨便罵你 就是 你不是故意做錯事情的話 他不會去責怪你 就是真的是不小心 可是如果你是 怎麼講 嗯 我想想小時候 小時候也很常被打 小時候很常被打 就跟姐姐吵架那種 就很容易被打 也是很怕被打 對啊 就是 明明可以不吵架 但是卻吵架了 所以就被打這樣子 爸爸是上輩子的情人 不是說假的 很溫和的人 對啊 我們一家都是 一家都這樣嗎 沒有 奶奶不是 奶奶不是 奶奶有點火爆 奶奶有點火爆 有時候跟奶奶出門 然後可能 可能那個 就去吃飯嗎 可能上錯菜還是什麼 奶奶說 我去找他理論 就是怎麼這樣子 隔那麼久還上錯菜 什麼 然後我就說沒事啊 我們就吃就好了 沒差 都可以吃啊 還沒差沒差 就是 哇我跟奶奶個性真的是 天差地 奶奶就是那種 我要維護自己的權益 我要站出來說話 那種 然後我的話就覺得 沒事了 出錯就算了 對對對也是可以吃嘛 對不對 怕麻煩奶奶就是覺得 不行 我真的要去講 奶奶好照 可是我就覺得很怕啊 就是有時候奶奶出去 然後他說要去講 我就會覺得 就是我覺得很尷尬耶 我覺得很尷尬 我就會覺得 不想認識他 這麼煞氣 對對對 就是比較 火爆了一點 奶奶把火爆基因都吸走了 有這種基因喔 我覺得奶奶真的是 兩個完全極端耶 就是我們 我們真的完全不像耶 就是包括我們的 就是個性也好 穿衣風格也好 完全 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我才說 就是台中 那個乾姊姊 乾姊姊比較像我的 青姊姊 真的 就是很 個性真的很 很 很 親和 很溫和 然後 穿衣風格跟我也很像 這個也是我們去台中一起買的啊 我買了一個法庫 他也買了一個法庫 然後我們還買了 姊妹鞋一樣的鞋子 就是 可是如果我跟奶奶出去 我們絕對不會想買 就是 同款的衣服 會覺得 誰要跟你一樣啊 就是我們兩個風格完全不同 所以我都覺得乾姊姊 喔 才是我真正的姊姊吧 對 乾姊姊也喜歡露腰嗎 沒有 沒有特別喜歡露腰 可是穿衣風格比較像 就是 那種 就是 也不算特別日系啦 就是 比較甜美一點的嘛 小洋裝那種 奶奶的話 基本上她衣櫃裡面有洋裝 她都是穿那種 奶奶才是最愛露腰的那個 其實我有一些露腰的衣服 都是奶奶不要的給我 所以才會有 奶奶的風格就是 她就是一年四季都穿那種 樂褲啊 小短褲的那種 明明會拿奶奶的衣服來穿 對啊 但是就你們看那種 有時候看照片 你們看到比較不同風格 你們都會馬上說 喔這一定是奶奶的衣服齁 這種 對 你們其實是分得出來的嘛 就是布料少的 但也不完全是布料少的 就一定是奶奶衣服 就是 要看風格 對 所以有時候你們是答對 有時候猜錯 我偶爾也是會露個腰的 對對對 奶奶是幫國家省不了 那剛剛說不要 不行 不穿會被警察被被抓走 奶奶突然很安靜 是不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我有點怕怎麼辦 我們不要再說奶奶了啦 像這個衣服就是我的 對啊 就很我了 還有配色很奇葩的 絲襪 我跟奶奶都不太穿絲襪 奶奶不太穿絲襪 我偶爾還會穿 警察叔叔來敲門 扣扣扣扣 嚇摳摸 花說今天直播 都沒有放音樂耶 感覺現在的時間 可以來唱個歌 昨天說要唱夏雨前 可以來唱一下 奶奶在房間磨西瓜刀了 別鬧了啦 我們家廚房在樓上 西瓜在樓上 他拿不到的 最近Mina敢露餃子是蠻欣慰的 有啦 現在有慢慢 就是比較可以露一點餃子 但是要就是塗一點點的指甲油才敢露 Mina卻星光雲也是露腰 沒有耶 那個沒有打算露腰 我真的玩遊戲不小心太激烈才露腰 本來是沒有要露腰 真的有西瓜刀 有啊 一般人家裡不會有西瓜刀嗎 切西瓜的時候可以用啊 聽雨聲跟Mina就夠了 摸Mina腳趾頭時 誰說可以摸我腳趾頭了 不要摸我腳趾頭 全體米粉都要取我了 我還沒有要架啦 我還沒有要架 架架 沒有要架 只有架架 一般人家裡真的不會有西瓜刀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家有西瓜刀 就切西瓜的時候可以用啊 大西瓜的時候啊 大西瓜水果刀太小了啦 我們家以前都會買很大的大西瓜 夏天的時候一起吃啊 很清涼耶 謝謝Akia的應援棒 都用菜刀開西瓜 真的喔 可是我覺得有西瓜刀很方便啊 可以架架給你嗎 這是怎麼意思啊 都請店家切切 可是切好的好像比較不划算 一顆比較有的FU 好 等等來唱 等等來唱一下下雨天 但我想先喝一下水 因為也講了一個小時的話 好快喔 那麼快10點了耶 不知不覺 但是覺得 就是今天的螃蟹料理還算是成功啦 就是讓我覺得 喔 原來我也可以料理螃蟹這樣 真的真的 再次感謝開男的同學 最近在練跨籃 一腳跨境你配偶籃 這是哪裡學來的啊 爸爸 到時候Mina看到 等一下我不會隨便拿西瓜刀啦 西瓜刀只能切西瓜 謝謝詹先生的LOVE 現在轉去開男還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你現在先轉去別的學校 搞不好我們下次就去了 好啦 我們來唱唱下雨天吧 什麼時候要料理米粉 米粉 媽媽還蠻喜歡炒米粉的 不過米粉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要先燙過 港片裡的幫派大哥在家都是溫和老大 對啊 其實很多人其實只是長的派而已 其實內心都是很溫和的 哈囉康琦 最近一直下雨 希望不要再下了 蛤 他突然開始我要怎麼抓胎米 大概第10秒 下雨天了怎麼辦 我好想你 我不敢打給你 我找不到原因 為什麼失眠的聲音 變得好熟悉 剷摸的場景 做你的代替 陪我談語聽 躺人 越來越喘黃 你 誰和我一樣 等不到他的誰 愛上你我總在學會 寂寞的滋味 一個人沉沉 一個人擦淚 一個人好淚 怎樣的雨 怎樣的夜 怎樣的我能讓你更想念 雨要多大 天要多黑 才能夠有你的體貼 其實沒有我 你發不出那些差別 結局還能多明顯 別說你會難過 別說你想改變 被愛的人不用道歉 謝謝Lina應援棒 謝謝Akira 最近是不是悲傷情歌特別做 因為下雨天吧 下雨天總是讓人感覺特別悲傷 所以就比較喜歡唱這種悲傷的歌 希望不要再下雨了 期待讓人越來越疲憊 誰和我一樣 等不到他的誰 愛上你我總在學會 寂寞的滋味 一個人沉山 一個人擦淚 一個人擦淚 一個人好淚 怎樣的雨 怎樣的夜 怎樣的我能讓你更想念 雨要多大 天要多黑 才能夠有你的體貼 其實沒有我 你分不出那些差別 結局還能多明顯 別說你會難過 別說你想改變 被愛的人不用道歉 怎樣的雨怎樣的夜 怎樣的我能讓你更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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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要多大 天要多黑 才能夠有你的體貼 其實沒有我 你分不出那些差別 結局還能多明顯 別說你會難過 別說你想改變 被愛的人不用道歉 欸現在還有剪刀石頭布可以送喔 怎麼 田中還在送剪刀石頭布 原來還有 我以為沒了 插拳大賽都結束了 你們覺得慢歌比較適合我 應該說我唱的快歌都是 老蛇居肉 但其實我真的 我的聲線不太適合唱老蛇吧 只能唱可愛的歌 可愛的歌可以 但我也蠻喜歡慢歌 因為慢歌更好表達情感 蠻喜歡唱慢歌的 哈囉謝謝圖士姐 LOVE 還有謝謝小明 我是哥哥超好看 可是第二季已經結束了 剪刀石頭布一直都有 我以為活動結束就沒有了 謝謝智鴻的啾啾你喔 謝謝奇葳的試驗巢 還有什麼歌呢 慢歌的話 我其實 我最近有很喜歡一首歌 可以推薦給大家 叫做 不知所措 我為什麼聽那首歌 因為是一開始聽到 覺得哇這首歌很好聽 然後後來 他的 看到他的那個 唱這首歌的演唱人的名字 就覺得更特別了 演唱這首歌的人叫做 叫做王靜雯不胖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也太酷了吧 就是叫王靜雯就算了 為什麼要叫王靜雯不胖 就是他的藝名叫王靜雯不胖 我懷疑應該是 可能他應該是一個比較胖胖的女生 然後大家都覺得 他很胖 就一直嘲笑他之類的吧 所以他故意 故意就取叫做王靜雯不胖 有沒有可能 還是他真的不胖嗎 是嗎 不然因為我想說 很特別有什麼 有人會故意講 對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說服自己我不胖 一個是他其實真的不胖 可是Mina的藝名 潘之以不胖 因為我其實 我真的不胖 我 我只是臉圓而已 我只是臉圓 可是大家就是看我的臉 會覺得我好像很胖 對 但是我真的不胖 我BMI過瘦欸各位 我都說我明年聖誕提到說 我只是臉圓 我不是胖 所以我如果取一個藝名 還是我就叫潘之以不胖 之類 潘之以不圓 對啊 聽起來很胖的名字 你說王 王 王靜雯 聽起來是很胖的名字嗎 不知道 這件很酷 潘之以聰明 對啊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這首很好聽 有人要點泡沫 泡沫我 我是不是有唱過啊 我有唱過泡沫嗎 我好像有唱過 但是前面太低 有點唱不下去 謝謝詹先生的數位相親 我不胖我只是臉圓 其實不胖感覺就很胖 對啊不知道欸 但我想要試圖從Google 找到一些什麼資料 但查不到任何資料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告訴我嗎 怕胖團圓都偏胖 怕胖 店員怎麼會覺得我胖 很多人都覺得我很胖欸 我記得我之前問婷莉 婷莉的時候她一開始 看照片的時候她以為我是胖胖的 然後結果見到本人之後發現 咦 Mina前輩原來很瘦欸 超瘦這樣子 然後就想 因為阿莉是 就是蠻 蠻 老實的一個人 對對對 然後她講的時候其實我不意外 因為我知道我就是臉圓 可能一般人看到我就會覺得我很胖 像親戚也是阿 親戚朋友是過年看到我 包著跟粽子一樣 都以為阿唷 已經胖了 對不對 其實沒有真的就是臉圓 臉圓真的好吃虧 臉上真的很多肉 嬰兒肥啦嬰兒肥 一般人都看臉阿 一般人都看臉阿 這個社會 都是看臉的 謝謝田中的我來簽到 那我們來聽不知所措 這首也算是抖音歌吧 好像是 好聽 推薦給大家 請妞晚安 那時的感情 我第一句又跟不上 再一次 那時的感情 總是苦澀 包圍著太多 無可奈何 你的喜怒哀樂 我沒有溫柔掌握在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後來的我們 斷了聯絡 規則的生活 沒太多顏色 夢還重複做著 你笑著 怎麼對我說 如果 沒有沉默 最燦爛的煙火 總實現墜落 越濕暖的情火 反而越折磨 聽再多浪漫的歌 不能讓我 解開這枷鎖 當初該怎麼說 才能明白我 因為有你才 那麼脆弱 在我心底的角落 真的 不知所措 哈囉早餐王 好久不見耶 好久不見 謝謝阿卡的姻緣棒 毛良要先下樓 掰掰 很久不見耶 後來的我們 斷了聯絡 規則的生活 沒太多顏色 梦还重复作者 你笑着对我说 如果没有沉默 最苍暗的烟火总是像坠落 越是暖的情窝反而越折磨 停在头浪漫的歌不能让我解开这枷锁 当初该怎么说才能明白我 因为有你才变得脆弱 在我心底的角落真的不知所措 好不好让记忆别敲 好不好给我个拥抱 别让我一个人疯到 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 越是暖的情窝反而越折磨 停在头浪漫的歌不能让我解开这枷锁 当初该怎么说才能明白我 因为有你才能那么弱 在我心底的角落真的不知所措 很好听耶 喜欢这首歌 谢谢正人的音缘棒 玉成好久不见 上班辛苦了 最近比较有空是吗 还是今天来之后要消失好久 以为会再一次高音挑战 什么什么高音挑战 他的转音很好听 谢谢图世杰掌声鼓励 但我觉得今天声音状态好像没有昨天好 谢谢小明的掌声鼓励 这首是王静雯不胖的不知所措 到底为什么叫王静雯不胖 明天晚上九点也有直播 昨天发挥完了 可能今天讲太多话 而且因为今天在那个场地直播 就是厨房很吵 一般是厨房讲话都听不到 你知道吗 就是会有那种抽油烟机的味道 所以其实不是 抽油烟机的声音很大声 对对对 所以今天其实直播的时候 讲话都要蛮大声的 不然会收音收不到 所以可能声音间不太好 感觉也是脸源派的 王静雯不胖 很好听耶这首歌 而且我很喜欢他副歌那一句 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 就觉得 对阿 就是这句写的很美 就是会有那种 一瞬间盛放 然后就坠落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 那种一夕爆红吗 一夕爆红 但是可能掉下来的也很快 就是有那种感觉 真的不知所措 我也差不多了 我还没有坠落 各位我还没有坠落 我现在正在绽放 也许不是最亮的那一颗星 但是正在绽放中 好不好 但我今天晚开 我今天晚开 感觉可以再唱一首歌 蛤怎么办 还有什么歌啊 我有唱过与我无关吗 还是要听那个想你的声音啊 但是我只会唱副歌 细水长流路线 还是我们来听个跟下雨天有关的 是想你的声音啊 等一下喔 想你的声音 主播唱不知所措 主播也很不知所措 今天这个天气特别想睡 等一下看完直播就赶快睡觉吧 都没有听过喔 推荐你们一些好歌 那来听个想你的声音 也是很好听的歌 好像蛮新两个月前才发的歌 那我前面可能不太熟 副歌比较 我就只喜欢副歌 不是只喜欢副歌 副歌比较有练过 我 错过和失落 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坏的情绪吧 差不多 假装和沙脱 效果也苦过 副歌好听 和沙脱破了车 该继续猜测 借助开口吗 究竟如何说破 可越想了解的 越是无法琢磨 爱就是爱着 不爱就不爱了 青春补偿好它 可越想忘记的 反而记得深刻 你快听 滴答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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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雨滴的声音 你快听 是我在 是我在 是我在和你最爱听的旋律 你快听 滴答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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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又在雨 难道这 难道这 不是你最爱的天际 哦 很适合下雨天庭 爱就是爱着不爱就不爱乐 青春不藏好他 更越想忘记的 反而记得深刻 你快听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是月底的声音 你快听 是我在是我在 是我在和你最近的旋律 你快听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从外又再下雨 难道这 不是你最爱的天际 你快听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是月底的声音 你快听 是我在是我在 是我在和你最近的旋律 你快听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从外正在下雨 碰巧我也只是想你 滴答滴滴答滴 这首第一次唱 没有唱得很好 之前听到觉得很好听 想说下雨天嘛 来听个滴答滴的声音 这首是傲气耶 是想你的声音啊 原来下雨的滴答滴的声音 是想你的声音 想你 谢谢志宏的金话桶 谢谢韦伯的枫叶 好 再听一次这首歌吧 放着 然后我们来念吧 吃点饭了 今天的第十名是 田中 谢谢田中 谢谢田中 第九名是 土司吉 谢谢土司吉 第八名是 詹先生 谢谢詹先生 第七名是 孝贤 谢谢孝贤 第六名是 翔翔 谢谢翔翔 第五名是 志宏 谢谢志宏 第四名是 阿妮 谢谢阿妮 第三名是 阿几拉 阿几拉的 阿几拉的 头贴是什么 是今天的蛋是不是 是多喜欢那个煎蛋 第二名是 郑仁 谢谢郑仁 第一名是 罗莉郎 谢谢罗莉郎 明天也是晚上九点直播 明天再唱歌给大家听 大家有什么要我练的歌 虽然我明天好像没办法练那么快 可是可以给我 可以给我歌单 桃灯很漂亮 谢谢 大家明天晚上九点见 安平之光 我没唱过这首吗 你快听 滴的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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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是你的时宜 靠近一点点 好 靠近一点点 是我的最后你最爱情的旋律 希望我记得 你快听 滴的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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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这首歌 大家明天九点见 大家拜拜 晚安 句号吗 没有听过 可以听听 好 大家明天见啰 拜拜 查雷斯玩 吐司吉玩 茄子玩 阿吉拉晚安 你晚安 早餐晚安 晚安 明天还会来吗 詹先生玩 爸爸晚安 小米晚安 晚安真的满金包银 我不会唱台语歌啦 奇葳晚安 天中晚安 中庙晚 罗里拉晚安